灵山上,佛陀领着众弟子,收拾行李呢。 沐鱼,佛串,紫金钵什么的,听说某君主把渤海给煮了,这可是列国籍的屠杀呀。 佛心向善,佛陀准备,带着众弟子去超渡一下。 彼时,帝君上灵山了。 众佛大惊,一边匆忙出营,一边猜测,这个时候,不是应该抱着小弟后,哭呀哭的吗? 未来佛巧声问,悲伤过度,看破红尘,出家为僧。 众佛一起抱粗口,你可拉倒吧,这破和尚,我们可不收。 更有甚者叫嚣着,佛祖,这祸要是出家,我们就还俗。 佛陀是大佬嘛,自不会像小弟那么浮躁,不过是有些忐忑,缺得君主当和尚, 灵山君临天下是一定的,佛法昌盛就算了,众弟子见面, 善哉善哉。 施主,凡事有因必有果,你知道吧? 再嘚瑟,老那萧娘。 出了大雄宝殿,行个佛礼,佛陀,啥事? 帝君把霸天石递给他,佛陀也傻眼,这难道是霸天石? 帝君问,能化解吧? 佛陀说,倒是能解,可这,好像有翘过的痕迹。 帝君点头,下咒之人,必是后悔了,想破解此咒,许事不得其法,又怕人知晓吧。 佛陀感觉,帝君今日有些不同,倒是精神异议,不像刚死了媳妇的模样,更像天上钓个大金元宝,准备无误地砸他脑袋上。 佛心向善,普渡众生呀,佛陀这个时候,想起礼节了,帝君大驾光临,有诗远迎,临山同壁生辉,请进殿奉茶吧。 帝君摇头,不了,地后黏人得很,要立刻回去。 明白,来显摆的。 佛陀转身进大雄宝殿,语气平淡,送客,顺便洗地。 太欺负佛了,有媳妇了不起是吧? 特意跑到临山上来显摆。 帝君笑笑下临山,未来佛追上来,递给他一串佛珠,说,佛祖让送给小弟后,新婚礼物。 帝君接过,一脸嫌恶,好歹佛接大佬呀,这么小气。 佛祖站在高处,恨恨地骂一句,你还天地共主呢? 这么幼稚,心却是通透的。 许是,幸福来得太快,这货感觉不真实吧? 所以,要轻送霸天石上临山,严防死守各种意外。 想来也是好笑,天地共主竟然也会惧怕。 作为几十万年的老友,佛陀曾亲政,某君主雄心万丈,弑守山河。 如今,怕是只剩红尘万丈了。 佛祖下意识地念经,念了半天才发现,自己念的是增福增寿经。 虽然,你天天骂我是秃子,虽然你真的很讨厌,但是,要幸福哟。 凤九竟太成功,倒是睡了一会儿,终是心里有事,翻来覆去,都没怎么合眼。 后来供了来报,说是折颜和白真送嫁妆来了。 凤九的嫁妆,还真是一言难尽。 按理说,青秋唯一的小孙女出嫁,嫁妆还有数吗? 问题是,凤九的衣裳,首饰什么的,在渤海,被帝君海底捞一锅煮了。 剩下的那些,或是旧了,或是拿不出手,想着再准备,时间又不够。 所以,折颜和白真给凤九抬来了一箱金银珠玉,一颗凤九等身高夜明珠, 帝君的四海八荒图,上面画满了乌龟。 其实,凤九急需一件外套,凤九让人上茶,却连打两个喷嚏, 大冬天的,从暖被窝往外蹦,身上还穿着春衫,神仙也打喷嚏啊。 白真抱抱她,柔声说,怕你难过,才急冲冲送嫁妆来。 来不及准备,不过是一个意思,你要明白,你出嫁,叔叔,婶婶,爷爷奶奶都是开心的, 所以,你也要高兴,做新娘是不能哭的。 帝君回来的时候,连宋和成玉也在呢,凤九陪他们客厅喝茶,身上披着帝君的紫色外套。 那衣服太大了,凤九披在身上,像盖了被子,只露一张噱寿的脸。 帝君却有一种微醺的感觉,就像莲池里的莲花,开出病地,那香气丝丝缕缕,爬满她整个心房,天地共煮的日子,无端有了烟火的味道。 凤九看帝君回来,高兴的,几乎是扑过来,眉眼弯成好看的弧度,嚷着,四叔和哲言送来我的东西,他们还有礼物,说要等你回来一起看。 一张井榻,榻上放着小桌,两边设有井入。 某君主有空位置不坐,拉着小狐狸,非要两个人挤一个井入上,低头看看怀中的小狐狸,累不累,怎么不多休息。 小狐狸跟他狡黠地笑,一指众人,他们跟我讲天地共煮的婚礼,我觉得我还是逃婚比较好。 帝君皱皱眉头,他们大概想要下凡历劫。 众人尴尬地咳,画出礼物放在小桌上,然后一起抬手,告辞。 凤九不满地责备帝君,你看你,一回来就把客人赶跑。 帝君一脸委屈,他们怂恿你逃婚呀。 凤九说,我会真的逃婚吗? 帝君便很高兴,笑得像帝主家的傻儿子,轻声说,也对。 像本帝君这样的,估计不好找。 凤九搂着他的腰,仰面,哥哥直笑,你傻不傻,我都逃婚了,还找一个像你这样的。 当然找新款了。 帝君低头,皱皱鼻子,新款,你记得住名字吗? 他们两人在客厅腻歪外,全然不顾,他们的行为,已经实不构成有伤风化罪。 可怜思命站在廊外,还真是进退两难,胭脂派人来了,送来一套厨房的炊具,顺便解释,凤九的婚礼,他不来了。 凤九自然能理解,让人收下礼物,然后便拆成玉的。 成玉送了一套红十六时的首饰,十六多子,好兆头,用鹅黄的签子,抄了一首小师傅上,天苍苍,也茫茫,一束梨花呀海棠。 连送送的是一幅米元章的字画,也有签子,后宫空置等艺人,铁杵磨成绣花针。 嗯...凤九扔下礼物,脸埋进帝君的怀里,修到耳根都红了,我不看了,他们诗书学得不好。 忍不住还是拆折颜的礼物。 一个精致的小皮箱,里面装了十二个小琉璃瓶,文黄签子写着字,补鞋养圣宝,保你精神好。 凤九啪一下盖上箱子,气呼呼地说,我以后都不跟他们好了。 帝君打开白针的礼物,却是一封信,没有华丽的辞早,只是一些寻常的佳话,他又脚脚踝受过伤,所以比较脆弱,你要当心。 他感冒了,不吃药是不会好的。 他有点怕狗,又怕别人笑话他胆小,总是死撑,所以你要挡在他前面。 他有些爱骄,穿新衣裳,总喜欢问你,漂亮不漂亮,正确答案只有一个,否则没完没了的。 拜托了,他很爱你,不要辜负他。 帝君把信递给凤九,说,他们逼你的时候,我无数次地想要灭了青秋,只是,刚才去灵山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他们把你给了我,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。 这信,想来是你爸妈让你四书写的,他们爱你,只是心里的那道坎,他们迈不过去,我们给他们时间,好不好。 凤九重重地点头,眼泪已经滴落在纸上,帝君抱抱他,认真的建议,我们只哭这最后一回,好不好。 我真的不喜欢你哭。 凤九想象中的婚礼,亲人围绕,宾客喧闹,小朋友在一旁唱儿歌,骑白马,跨长枪,天天回家看姑娘,拜天地,入洞房,嘻嘻嚷嚷。 天地共主的婚礼,不需要拜天地,没人敢喧闹,更不会有哪个家长敢编长矛,敢带孩子来,帝君这边讲话呢,那边孩子,哇哇地哭,来这个世间一趟,不容易。 喜娘把凤九从寝殿扶出来,当然了,红盖头还是要盖的,跟礼仪无关。 凤九给大家浅浅地行个礼,众臣集体跪下,驻地后娘娘扶如东海,暂地后娘娘母一天下,则被苍生。 知道最尴尬的是谁吗? 连宋?不跪吧? 他哥,他叔,甚至他叔爷爷都在底下三跪九寇呢。 他不跪,彻天一住,大家跪地后,还是跪你。 跪吧? 凭什么? 这些年,他都没给帝君跪过,给凤九这个小不点下跪。 感情清秋缺席,是为了避免尴尬呀。 私命的策划,请了西班子,演的是满床户,锅子仪妻子八续上寿的故事,一出热热闹闹的吉祥戏,愣是给看成悲剧了。 全场鸭却无声呀。 没人叫好,没人闲聊,瓜子就放在一旁,没人敢磕,所有观众腰板挺直,双目炯炯,因为是喜艳,所以露六颗牙齿。 吓得演员吓了他就哭,太天,吓人了,因为帝君在发火,跟阿黎吵起来了。 叶华,白浅,带着阿黎来参加婚礼,新房里,小阿黎拉着凤九的手,认真的问,姐,你一定要嫁给他吗? 不再考虑一下。 嫁男人,看三方面条件,一是有钱,二是帅,三是有前途。 好吧,他有钱,但是他帅吗? 会比我更帅,而且我长大后,还要帅呀。 说到前途,你死心吧,他不会再有前途了,他都退休了。 结论是,姐,你现在反悔,还来得及,我带你跑。 帝君拎起他的胳膊,就要往外扔,阿黎大叫,疼。 好疼呀。 姐,疼死我了。 姐,他还有暴力倾向,你考虑一下我吧。 其实这事,也怪凤九,熊孩子捣乱嘛,多好解决。 拎起脖子往外一扔,若是还不解恨,屁股上再踹两脚,不完了吗? 凤九握住了帝君的手,他心疼弟弟,他更知道自己夫君心狠手黑。 娇称一声,东华,帝君当然,乖乖放手呀。 熊孩子有了靠山,蹬鼻子就上脸,扭皮膛似的粘着凤九,手臂伸出来给他看。 你看呀,都红了,他下手可重了。 阿黎故意的,小孩子都有一种领地意识吧,家里来新人了,会有本能的排斥。 更何况,他们姐弟自小亲近,如今来的霸道的家伙,热辣辣的把姐姐抢走,别说孩子,大人心里都别扭。 问题是,帝君是你想惹,就能惹的吗? 帝君看着凤九给阿黎柔手臂,离气愤怒了。 咬牙道,本帝君有没有前途暂且不提,你再不滚,本帝君让你的先生,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 凤九恼了,轻声责备帝帝君,你怎么回事? 连宋也劝,东华,大喜的日子,说什么呢? 小心把孩子吓着。 阿黎则做个鬼脸,笑容促暇,我姐在这里,我就不信,你敢动我一根汗毛。 汗马乖乖在路上走,来辆拖拉机,欢恩喇叭要抄车,还嘚瑟,怎么忍? 不教训他,帝君怕他误会,也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呢? 这里是小河州,岳湖中央一座戏楼,四周荷花借天连地,微风拂来,仿佛岁玉在阳光下翻腾。 臣子们按品级坐一楼大厅,借着水音听戏,新娘子和亲属们坐二楼雅间。 叶华,白浅跟莫渊在露台上说事呢,听到争吵,忙进屋来。 不言重,他们的君主玩撒娇呢,跟凤九说,我渴了。 凤九便把茶递给他,帝君并不伸手来接,就着凤九的手,低头喝一口,听到阿黎冷冷的讥讽,多大了,喝了茶还要我解胃。 凤九看谈阿黎,也觉得这熊孩子,确实该顿揍了。 听到帝君问,下面演的什么东西? 帝君的本意是,这出戏,他一眼没瞧,不知道演什么。 但我们可以脑补一下,某昏君,一脸黑色会讲信用,说好砍你全家,一定砍你全家的嘴脸,黑着脸问,演的什么东西? 演员能不慌吗? 演员集体耸壁,乐师手里的罗砰一声,重重地掉在地上,吓得凤九手一颤,整杯茶摔在身上。 帝君倒是没发火,安抚着凤九的背,轻笑道,吓着了,胆那么小。 一纸成玉,伏地后去换衣裳,众人这才警觉,大事不妙。 新娘子坐的是锦踏,踏上有桌,桌上放着各色干果,密件什么的,用连形镂空带盖的七盒装填。 帝君看凤九出去,抓过七盒,把干果倒在桌上。 脸上的神情,一看就是要搞事的。 叶华忙抢儿子,帝君右脚勾过一把雕花圆凳,一脚踹过去,叶华急闪,儿子已落帝君手中,白浅抬手便是一掌,帝君挥秀,这回倒没把他摔墙上,只是倒退了几步。 叶华急喊,帝君息怒。 帝君施个竖法,把阿黎变成一条小黑蛇,摸摸他的触角,盘成纹箱形,装填七盒了,盖上盖子,加个封印。 白浅挑衅道,帝君,本君会跟小九告壮友。 帝君淡淡地说,告呀。 到时候,本君就说,手被你们俩打伤了,施不了法。 你们尽可试试,看有没有人,能解得开本帝君独门封印手法。 叶华乖绝,帝君,质子年幼,还望海寒。 帝君把七盒递给他,说,别担心,明天一早,封印自己。 大鹤一声,私命送客。 白浅给气得,鼻子都歪了,可是怎么办呢? 拉不长他,搓不扁他,就算吵架,也没他毒舌呀。 只能恨恨地说,帝君,咱们山水有相逢。 帝君点头,他是认真的,酒马上出来了,你们最好跟他说一声再走。 气氛要祥和,酒哭起来,可不好哄。 顿了顿,又温馨提示,带贺礼了吗? 没带赶紧回去拿。 白浅画出礼盒,递上礼单,帝君接过看一眼,冷冷地问,用心准备了。 不是敷衍了事。 白浅咬牙问,您不满意吗? 帝君说,我怎么知道,才看个封面。 白浅嘴里敬小虫子了,恨恨地呸了一声。 果然,凤九然很快出来了,帝君说,姑姑要回去了。 凤九盲问,姑姑,你怎么也要走? 可是发生什么事了? 帝君摆弄着另一个气盒,柔声说,当然发生事了,但是不大,酒而不必担心,却是不得不去。 叶华,你说,是什么事? 叶华挠挠头,三叔,你觉得呢? 连宋悄悄头上按个避雷针,因为撒谎遭雷,笑笑说,阿里客堂上打架,夫子告状来了。 凤九觉得,这是确实不大,但必须重视,毕竟孩子是四海八荒的未来吗? 宴席齐备,众臣赴艳,心中哀叹,这倒霉的戏文终于看完了。 私命排的菜谱,山珍海味,美味真羞,众臣饿了一天了,却也不敢妄动,就见连宋一手拿春卷,一手握田糕,桑极悄悄地提醒,有日吃菜,且听帝君讲话。 连宋冷笑,二哥,你别傻了,帝君进来敬酒了,众臣忙起立,恭祝帝君新婚快乐。 帝君引进杯中酒,众臣落座,加快鱼,呃,他又敬酒了。 众臣忙起来,恭祝帝君夫妻恩爱。 众臣落座,加快鱼,帝君又敬酒了,众臣忙放赞,恭祝,帝君,我们饿。 帝君亲切地问,吃好了吗? 众臣,嗯,还没动,帝君说,吃好了,就回去吧。 本帝君天地共煮,陪你们听了戏,收了礼,酒过三巡了,还想菜过五味。 小子们没睡醒吧? 不过是,借着婚礼,明示两点,一,告诉四海八荒,本帝君有地后了,以后小心事后。 二,青丘女帝已经入主太成功,还抱有幻想的才俊,最好打消那会死的念头。 现在本帝君有更重要的事物,必须亲自去处理,你们该干嘛干嘛去。 明白凤九为什么想逃婚了吧? 这哪里是婚礼,分明是某人的今日更比昨天见的欠扁大赛。 帝君进洞房,新娘子卸妆呢,看她进来,关切地问,敬过酒了。 帝君挥手,让事后的人下去,靠在一旁,长长地叹息。 凤九摸摸她的脸,柔声问,很累吗? 帝君说,九儿,我等了你两千多年,终于等到你。 凤九说,我也等了你两千多年。 帝君把她抱起来,往床方向走去,凤九脸红了,买手进她胸膛,等一下了。 我妆还没卸完呢。 帝君低头,邪魅地笑,九儿,我说我等了你两千多年, 意思是,本帝君一刻都不能再等了。 你的两千多年不是这个意思吗? 凤九说,才不是。 帝君把她放在床上,调笑道,连颂说,你人说不是,就是是。 娘子莫急,莫要猴急。 凤九赏她一下,娇声骂,你无赖啊。 帝君便抓过她的手,亲吻着指尖,哑着嗓子说, 帝后,我们要洞房了。 夜深沉,红烛江西,帝君从沉睡中醒来,默默枕边,一个机灵, 身边竟然没有她的新娘,凄厉地叫,九儿。 九儿,你在哪里? 凤九快步进来,聊起帐子,柔声问,我在呢。 怎么了? 帝君委屈地问,你去哪了? 凤九低着头,连耳根子都红了,声如文令地说,快被你摆弄散架了。 好酸,我去泡澡。 帝君抱过她,她身上有沐浴后的阴晕芬芳,让她安心,带着浓浓的鼻音,含糊地说, 我做梦,梦见你被我气的,离家出走了。 凤九咯咯地笑,问,为什么? 帝君闷闷地说,我知道,你幻想的婚礼,不是像今天这样的。 只是,没办法气氛祥和,因为我逼她们笑,她们会哭的。 凤九安抚着她的背,说,傻瓜。 初见你的第一天,我便在想这个婚礼了,梳什么发誓,穿什么衣裳,甚至看到河岸上的一朵小花,会呆呆地想很久,想要今天的日子,站在并肩,没给你看。 想法一直很多,但到底婚礼什么样的,我也不知道。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,新郎必须是你呀。 你是新郎,我才肯当这个新娘,进这个洞房呀。 凤九说着无心,帝君想起渤海的那个婚礼了,心被揪得很紧,哽咽道,对不起,我让你等太久了。 凤九说,没关系,因为值得呀。 帝君是不擅长说情话的,重重地点头,仿佛是一个保证,你也值得,值得我时时等待。 凤九便很高兴,躺回她身边,安心地窝在她怀里,说,快睡吧。 过了一会儿,帝君问她,九儿,你睡着了吗? 凤九,还没。 帝君说,我也没有。 凤九问,所以呢? 帝君一个翻身,把她压在身下, 凤九忙捂住她的嘴巴,摇头,娇羞满脸,我刚洗过。 帝君拿下她的手,痞痞地说,反正睡不着。 大晚上的,闲里也是闲着。 凤九坚决地说,不要。 帝君扯着她睡袍上的条桃,轻轻一扯,认真地挑眉,白日衣身近。 凤九咯咯地笑,帝君立刻吻上她的阴唇,舌尖霸道地滑进她的嘴里,痴蝉兮兮。 她好甜,软软的,像个帝君想象不出来,因为什么也不像,她就是她的小心娘,世间仅此一个无比的珍贵。 手伸进她的衣服里,顺着腰迹,一直往下寻游,咬着她的耳垂,轻声说,九儿,我要,可不可以? 凤九的双唇忍不住一出呻吟,帝君只觉得脑子嗡一下,理智立刻去了找挖国,打个响指,罗杉退进。 红竹终于熄灭,只闻一事以你。 东华,东华,我爱你。 三朝回门,凤九想想,心里就发怵。 她见过那些,父母不同意,女儿执意要嫁,心女婿上门,老丈人脱水,拿扫帚把心女婿打出去的。 可她嫁的人是东华帝君呀。 凤九四更天就起床了,厨房里碰煎蒸煮,帝君也跟着帮忙。 帮到哪,砸到哪。 叫她摘个芹菜,她把菜筋全扔了,留下菜叶,还一脸你老公厉害吧,快来夸夸我的表情。 凤九煎鱼呢,焦香扑鼻,金灿灿,颜色正艳之时,花一瓢冷水,一副大意凛然之姿态,不加水,浇掉了。 帝君得到的奖赏是,凤九挥舞着锅铲,天亮之前,你再进厨房,我就打你。 帝君觉得,好心帮忙还被骂,帝后娘娘,挺忘恩负义的。 郁闷地回寝殿,坐在床头看一会儿书,终是百无聊赖,一贯的手剑,拿棋子砸中漏完,还不天亮。 还不天亮?那是一个水漏,棋子砸多了,水自然漏得快。 缺得君主哪管这些,一看时间刻度到了,下一道玉址,日升,月落,霞光装饰天空。 解释一下,四更天,搁现在,早上一点到三点。 四海联合军事演习呢?北海决定,四更造饭,五更席营。 然后,五更没有了,天亮了,鸡叫了,农民伯伯出来插秧了,南海拔营回去了。 把连宋得气的,冲得某日新军一顿吼,吃撑了,能不能干,不能干换人,你压的,脑子里装的是屎吗? 厨房也乱了,外面这朝暇满天的,凤九还当天真亮了,他好些菜,还没做呢。 彼时,帝君进来,一脸被冷落,不开森的表情,没早饭吃呀。 凤九急吼吼地给帝君下了一碗饺子,没时间去餐厅了,厨房中央一张八仙桌,桌上堆满了食材,盘子什么的。 凤九把那些推一推,留出点空隙,刚好可以放个碗,递双筷子给他,快吃。 帝君见过,私命喂狗,也是这么干的。 恨声抗议,我不喜欢吃饺子。 凤九在核对桌上的食盒呢,皱皱眉头,撤下饺子,换一碟绿豆糕,帝君气晕了,绿豆糕我也不要吃。 这里不是说凤九不温柔,实在是要回家了,近乡情更切,又有那些事纠缠其间,他紧张嘛,忍不住冲帝君发脾气,你烦死了,不帮忙你就别添乱,帮忙你就不要倒帮忙。 帝君很生气,后果,这个破早饭,本帝君还不吃了。 厨在厨房里,静静地散发着冷气,希望帝后尽早发现,宝宝有小情绪了。 凤九忙着呢,点心不够,只能刮过来凑,让仙鹅们去园子采些盘桃来,又把帝君的好茶叶选了几盒。 帝君摆了半天造型,厨房里人来人往,大家都很忙,玫瑰白糖糕蒸好了,凤九让小仙鹅去笼屉捡出来,帝君挡着道呢,小仙鹅一挥手,躲开点。 帝君,躲开点。 帝后娘娘说了,不许添乱啊,坐回自己的位置,苦着脸,吃绿豆糕,可她更想吃食盒里的南瓜饼,捡一块放进嘴里,小仙鹅立刻告状,娘娘,帝君吃您的糕点。 帝君手里还拿着第二块呢,趴一下被凤九打落,娇撑道,给爹爹吃的。 帝君离气愤怒了,那么多,她吃得完吗? 凤九说,爹爹心里有委屈啊,你又没委屈。 帝君揉着手,控诉道,现在委屈了。 凤九这个时候,忙得差不多了,也发现了某些气量狭小的君主正在闹脾气,给他整理一下衣领,搂着他的腰,柔声哄,待会儿见到爸妈,对他们客气着点,好不好。 他们若骂你,你也忍耐,我知道你乖,我最疼你啊。 帝君感觉,自己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,体谅凤九的心情,认真的保证,你放心,我气量最大了。 凤九和帝君下青秋,到北荒,家里的仙童华生说,二爷和夫人有事,出去了。 凤九虽有心理准备,仍然撑不住,眼圈瞬间红了。 把石盒交给华生,冲着大门磕了头,凤母调他回门的日子出门去,自然是避开他们了,言下之意,这个女儿女婿,他们不要了。 帝君真的恼了,他能理解白衣心里的疙瘩,白衣怪他,甚至砍他,他都能承受,凤九是无辜的呀。 凤九那么重视回门里,一晚上没睡,忙到现在,竟然连门都不让进。 是不是最近他少发火,看着太抒情了,让人产生一种错觉,他东华帝君的地后,是可以随便惹哭的。 哲言,白针急吼吼赶来,看到大门口,凤九趴在帝君怀里,拿他的衣巾抹眼泪呢,帝君搂着凤九,眉宇之间的黑气像是在照告,离他垂直打击青秋。 不远了,其实这事,也怪帝君,谁让他守见?白衣不想见女儿女婿,也怕女儿站在大门口哭,早早请白针折颜帮忙,让爷爷奶奶招呼他们。 白家人挺重视这事的,前一天晚上就着手准备了,想着今天早早起床,上太成功,把他们小夫妻接到东荒来,好好解释,谁知刚躺下,天高了,帝君和凤九在北荒了。 凤九这才收起泪水,跟四叔折颜去东荒。 狐狸洞乱着呢,做饭,打扫什么的,可巧他们就到了。 众长辈见孙侄女婿请安,寒暄等等,不再赘述。 奶奶,几位沈娘拉着凤九进屋讲贴己话了,比如某些事情,是妻子的义务,就算辛苦也要忍耐。 快点要个小宝宝,信不信你那这样子的牛似的爹,跑得比狗都快,颠颠得上太成功。 凤九都害羞了,趴在奶奶怀里,笑。 三婶娘一抬头,某君主房门口站着呢,站立不安的样子,近来怕打扰他们讲话,不静,又怕他们在弄哭她的新娘。 三婶娘摇头,天地共主可真有出息啊。 凤九出去,拉着她的手,柔声说,你别站着了,跟爷爷数百聊天去啊。 帝君很听话,进正厅,寻个主位,威吓凛然地坐下。 见众人势力两旁,战战兢兢的样子,大肚地说,坐吧,随意一些就好。 众人忙谢恩,然后哪哪都别扭,有个问题,聊什么? 哎,您来了,吃了吗?没吃回家吃去,好像都不太合适,人家是天地共主呀。 气氛一直尴尬,帝君主为喝茶,白纸下手向陪,屁股只沾椅子一点,态度恭敬。 他们君臣几十万年的情分,对这种状态,其实是很习惯的。 儿女们不习惯,大伯抠指甲,三伯打哈欠,桌上有一只蚂蚁,大约是迷路了,正着野路呢,白针把它摁在桌上,死活不让走,这也算一个乐。 厨房饭菜飘香,众书百开始绽放出憧憬的校业,吃了饭,祖宗就该回天宫了。 祝您一路顺风,没事在家抠脚丫子,也不要来了。 凤九蹦蹦跳跳而来,东华,奶奶让我们住一晚再走。 嗯,众人简直默瞪口呆,老娘太不懂事了,感情不是你陪她玩。 见帝君握着小娇妻的手,抬头看看她的脸色,柔声说,不要了,我带你回去好好休息,你都有黑眼圈。 凤九第一时间掏出镜子看,不满的控诉,都怪你。 就是不让人家睡觉,众书百瞬间可成一片,小狐狸,知道你们新婚,咱们不这么露骨吗? 这两只还茫然不觉呢,帝君说,所以,咱们回去睡觉呀。 凤九说,这是青秋,你还怕没房间吗? 帝君皱眉,那么多人,那真的只能睡觉了。 众书百更加大声,用力的渴。 小狐狸终于察觉到了,问,你们怎么了? 很呛吗?帝君看看他们,是厨房的油烟吧? 众书百头上乌鸦飞过,哪个油烟能有你们呛人? 小狐狸继续游说帝君,扯着他的袖子,撤饭,你可以跟书百们去钓鱼呀。 我想住吗? 我要住。 眼见着帝君卸甲,准备树降旗,众书百集体落袖子,帝须立刻压的,踢他们出青秋,闹腾一早上,已经够噩梦了,下午还要陪他钓鱼。 众书百宁可被鱼钓走。 白纸慢悠悠地说,帝君,难得下一趟青秋,何况小九也喜欢,就住一晚吧。 众书百面面相去,难道咱们是隔壁王叔叔生呢? 这劳两口,是亲爹妈妈? 白真已经阻止了,爸,帝君估计睡不惯我们的床。 白纸跟帝君说,下午小九的灰狼弟弟回来,还有那个,一直吵着要取酒,叫龙什么云的。 白真一拍大腿,龙笑云。 白纸说,挺帅的小伙子,饭都不吃,可这盼着,就要见小九。 姜还是老的辣,早是红的甜。 青秋一窝老狐狸,白纸是狐狸祖宗。 众书百暗自佩服,集体点头,是呀,是呀,那小伙太帅了。 帝君神色不见异常,抬起茶碗米一口,洞外秋风开始萧瑟。 小狐狸挠挠头,龙笑云,好熟悉的名字。 秋风变狂风,某君主一指厨房,跟小狐狸说,本帝君饿了,快开饭,吃完我们就回去。 备注一下,龙笑云是凡间戏本子里的人物,已经娶妻,有个好朋友叫小李飞刀。 大家去厨房端菜,吃完赶人,小狐狸仍然不想回去,嘴绝得能挂油瓶,帝君搂着他哄,我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几天,些够了,我带你去魔戒玩,好不好。 那里有个花都,汇聚了四海八荒的新奇玩意,特别好玩。 小狐狸已经心神迟网,偏要撒娇,剁足道,讨厌。 不让我在家住,我就打你。 帝君手伸出来给他打,一脸小声啪啪的样子。 恰时,爷爷端菜出来,人家几十万年的君臣秦义啊,习惯性的护驾,小九,你越来越没样子,人臣岂能打军。 帝君想起早上的遭遇了,嫌弃的说,他起飞是打军,惹急了,又是咬,又是掐,早饭也不给我吃。 可凶了,众书拜端着菜刚出厨房,又给端回去了,恶心成这样,还怎么吃? 他们的君主,竟然在告状,请严谨,你是天地共主。 听到奶奶柔声说,我们小九,这样很好,对不对,要谢谢帝君。 书拜们抬头,看到凤九在缺的君主怀里,撒娇,妆翘,脸颊红扑扑的,笑声阴晕开来,仿佛带着香奶啵啵的甜腻。 她有多少年没这样笑过了,书拜们几乎不记得,他们的小九,原来是那么爱笑的姑娘。 而那位君主,一扫过去清冷,寂寞的神情,眼眸中洋溢着满足的愉悦,仿佛在说,你真的很烦,但是,你这样烦我,真好。 书拜们再一次把菜端出去,也许,他们可以忍耐,陪某位君主钓鱼去。 夫妻携手回天宫,南天门听到桑音,数数终声,规格好像还不低。 回到太陈宫,司令迎上来,放若天妃死了。 老天君的宠妃,一直身若多病,竟是要罐子轰着的,骤然离世,与帝君有关,因为她也是渤海的公主,是子兰的亲姨娘。 帝君去看老天君,凤九原也想去,帝君却是不许,凤九只好作罢,命人收拾出一座宫殿,因为子兰一家会来吊宴。 她原本想着,请他们来住太成功。 这些日子,她真的累了,回到寝殿,挨着枕头就睡,一觉醒来,夜昏昏的,窗外心灰闪耀,燕子在凉下呢喃,帝君在一旁看书,很安静。 见她醒来,忙放下书,笑砍道,本帝君竟不知,自己取了头猪回来。 凤九有些恍惚,起身靠着帝君,嘟囔道,我是猪,你是什么? 帝君想想,说,帅猪。 凤九做个鬼脸,帅猪是什么? 帝君轻易地揪一下她的鼻子,说,还是猪。 也没多好笑,一个老祖宗,一个小祖宗,笑得咯咯的,请殿外仙俄们捧着晚饭,洗漱之物进来。 凤九洗个脸,想起胭脂了,问帝君,他们来了吗? 小仙俄玲珑回禀,一见女君来过,娘娘一直睡着,她坐了一会儿,只好走了。 奴婢们请她们来泰臣宫住,女君说不麻烦您了。 凤九挺惭愧的,说,玲珑,你怎么不叫醒我呢? 玲珑是真的不明白,有什么事,会比娘娘睡觉还重要。 帝君同意,对呀,些许小事,叫醒你干嘛? 凤九赏她一个白眼,看钟露,已经是后半夜了,只好作罢,坐下来跟帝君一起吃他们的晚饭。 因为睡得晚,起得也就不早,帝君又跟她闹,哄着家里的东三岁吃了早饭,确实不早了。 凤九去驿站找胭脂,可依臣说,他们去吊咽了。 帝君不让凤九去灵堂,本来就有嫌隙在,而且他们新婚,帝君不愿沾染晦气,但凤九考虑了一下,还是去了。 丧礼是乐须娘娘主持,看到凤九前来,领仲仙香淫,跪拜,凤九上了香,老天君也挺客气的。 凤九只说,他是来找胭脂的,让仲仙随意,不用管他。 他们在偏听说了一会儿话,小姐妹好几个月没见了,都挺高兴的,胭脂言语爽利地骂凤九。 我昨天,这句太成功了,他们说,你在睡觉。 我难得来一趟,气得我,真想闯进来,掀了你的被窝。 凤九闹着跟他道歉,我错了,跟你道歉还不行? 结婚很累的吗? 你均体谅则各。 胭脂捏捏他的脸,拿枪单调地调侃,体谅。 我们了解的,凤九脸红了,搂着胭脂,叽叽咕咕地笑。 凤九让胭脂他们住太成功,胭脂婉拒,你们已经够辛苦了。 凤九坚持要他去,因为他看胭脂脸色很不好,想来是怀孕辛苦吧。 凤九好心,想着给他补补,再说了,一战终归不如太成功方便。 胭脂便说,那我问一下我婆婆。 凤九在偏听等着,就听见一个声音嚷,最后竟嘶吼了。 海地厚嘞,有中午来上香的吗? 一点礼数都不懂,总干嘛去了? 猫哭号子假慈悲,你若还是这家的媳妇,就断了这朋友。